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州新道路法律生效旨在保护行人和骑行者 调查发现波士顿驻人为乐者比例为美国最高 非议购房者大量离开波士顿加剧防势担忧 MBTA至少需要招募上千人才能使城市交通恢复正常 特朗普返回纽约应对刑事调查 马州新道路法律生效旨在保护行人和骑行者 根据周六生效的一项新法律 马州的司机必须更加注意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等弱势道路使用者 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这项立法规定的驾车者 必须给予他们共享道路的其他人留出一定的空间界限 法律规定 当你驾驶一辆5000磅重的车辆时 你不应该靠近易受伤害的道路使用者 周参议员威廉·布朗斯伯格在上个月 自行车倡导组织Massbike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说 你应该对他们保持安全距离 根据法律 马州现在将弱势用户定义为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人 路边工作人员 使用轮椅的人 骑机动自行车 踏板车 滑板 溜冰鞋 或其他微型机动车辆的人 以及骑马者和马车 调查发现波士顿驻人维勒者比例为美国最高 根据联邦国民服务和志愿服务机构 AmeriCorps周一发布了一项新调查 波士顿居民最为乐意帮助他人 这项名为美国志愿服务与公民生活的调查发现 波士顿在2021年全美12个最大的都市区中 非正式帮助率最高 波士顿的非正式帮助率为57.9% 为全美最高 调查发现 其他的大都市区中 费城以57.8%的比例紧随其后 芝加哥以54.6%的比例位居第三 AmeriCorps表示 非正式帮助涉及在组织范围之外 协助他人 包括帮助邻居 在2019年至2021年的调查中 美国人非正式帮助他人的比例保持稳定 非易购房者大量离开波士顿 加剧房市担忧 随着波士顿房价持续飙升 非易购房者正逐渐离开城市 涌入郊区 新的研究表明 麻州正在出现令人担忧的种族隔离浪潮 2018年到2021年间 全州非易和西班牙裔房屋拥有率增长了4.9%至6.2% 但这种增长普遍发生在波士顿以外的城镇 尽管居民希望留下来 但由于成本上升 2018年到2022年间 波士顿的单户住宅平均价格上涨了23% 仅多谢斯特就上涨了32% 以及对竞争激烈的住房市场 接受政府担保贷款的担忧 黑人居民正在搬出 波士顿并进入周围城镇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 他们担心的是 这可能会导致房价升值下降 如果白人购房者 避免在这些种族隔离的城市购房 未来房价升值可能会滞后 这将限制黑人房主的财富积累 研究人员这样表示 MBTA至少需要招募上千人 才能使城市交通恢复正常 一份新报告称 如果MBTA明年没有能雇用近3000名员工 他可能会考虑继续削减服务 并难以解决持续存在的安全问题 在即将到来的MBTA 员工退休浪潮 和日益困难的劳动力市场之间 麻州纳税人基金会预测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MTF总裁在周一发布的报告 随附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足够的劳动力 是我们城市交通所必须的最基本要素 他表示 现实与理论预测之间的差距令人吃惊 如果不能迅速缩小这一差距 将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 从而引发对城市交通未来能力的严重质疑 该报告强调了MBTA人员配置问题的严重性 据MTF去年夏天报道 该机构运营预算中 每10个职位中就有一个以上是空缺的 特朗普返回纽约应对刑事调查 前总统特朗普周一从佛罗里达州飞往纽约 因为他的历史性的传讯和指控 纽约当局对城市的安全表示担忧 并准备加派人手维持当地的秩序 特朗普的车队从他的海湖庄园俱乐部 开往他的波音757飞机 飞机上印有他的金色字母 这一过程在有线电视上进行了现场直播 他的支持者在沿途挥舞着横幅并欢呼 在曼哈顿大陪审团上周的起诉书中 特朗普面临多项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 包括至少一项重罪 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篇章 特朗普成为第一位面临刑事指控的前总统 但他打赌这实际上可以增加 他明年再次赢得总统职位的机会 与此同时 此案正在引发重大的法律 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冲突和不安 感谢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成功教育致力于帮助有致报考美国前50名大学的学生完成自己的梦想 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成功教育